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理财师 他今天在网上放了一个贴文 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他的内容就是说 他说你不要以为 新加坡什么东西都比马来西亚好 其实新加坡人是很羡慕 羡慕马来西亚人两件事情了 这两件事情马来西亚人有 但是新加坡人没有 然后他讲这一个东西呢 就给很多人嘲笑 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人都嘲笑他 就说哎呀 新加坡什么东西都比我们好 哪里可能新加坡人会羡慕马来西亚人 你乱讲 OK 所以不要紧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新加坡理财师 他内容里面讲了什么 他说 新加坡人羡慕马来西亚人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呢 马来西亚人在退休年龄过后呢 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供给金给领完出来 然后新加坡人并不可以这样 因为呢 之前新加坡政府已经改了law 就是呢 新加坡人退休了过后呢 他的供给金不可以一次过领到完 要一点一点的领 直到他去世为止 听说新加坡人对这个政策是非常不满的 就是认为 退休金是我们自己赚来的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花 还要被政府扣着 OK 然后新加坡会有这个law 其实也是有他的源源的 据说呢 是呢 以前呢 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 新加坡的社会呢 经常会发生一种现象 就是呢 那些新加坡的 退休人士呢 他们的退休金呢 很容易被外局女郎给骗走 一旦被骗走了过后 就呢 准备要沦落街头做起盖的了 因为退休金花到完了 也没有能力再工作了 所以那时候呢 新加坡的社会就经常发生类似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新加坡政府就把刑意很改掉这个law 就是了以后退休金没有一次性领出来的 就每个月给你一点 给你一点 直到你去世为止 而马来西亚呢 就一直都是一次性的可以领完 但是 马来西亚呢 虽然没有这种外局女郎的问题 但是呢 其实马来西亚问题也是很大一下的 就是呢 马来西亚有些人呢 他并不会省事件用 然后呢 会胡乱的花费 浪费钱 所以呢 这类人呢 就会很快的花光他们的这个退休金 ok 但是呢 马来西亚政府呢 其实也已经改落了 规定不知道是多少年后出生的人 现在做出公务人不用怕啦 现在还在读住中学人就要怕啦 从不了多少年开始也跟新加坡走一模一样的law 就是呢 你到了退休年龄 你不可以一次性拿完你的退休金也是要一点一点的拿 ok 我知道是针对现在还读住中学的人 ok so 其实原因也是一样 新加坡政府当初是为了防止 这些退休人士的退休金被外籍女郎给骗走 而马来西亚虽然不是要防止这些外籍女郎 而是要防止人们的退休后胡乱挥霍 然后呢 早早就花光了退休金 ok 所以呢 其实这个退休金可以说呢 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到最后是疏都同归的 虽然现阶段来说新加坡人会羡慕我们马来西亚人 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羡慕啦 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光彩的事情 老实说啦 ok 好 so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就是 这个新加坡理财师他也说呢 他说新加坡人很羡慕马来西亚人的用车成本啊 远远低于新加坡 ok 虽然说 马来西亚如果要买进口车的话 要给多300%的税 但是呢 算到完来我们的用车成本还是低过新加坡 新加坡虽然买那辆车不贵 但是呢 他们那张用车证超贵的 他们那张用车证呢 就远远比他们的车价还要高上很多 马来西亚买车 你只需要付那个车的价钱 没有用车证 但是新加坡人要买车 要另外买一张用车证 然后那张用车证的价格就比车贵很多 所以新加坡人很羡慕马来西亚人买车 不需要用车证 所以他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人爽爽就可以买车 但是新加坡人不是爽爽可以买车 他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人很多要做工十年以上 才有本事买下那张用车证 OK 好 这一个东西我倒不否认 在马来西亚的用车证本的确是低 你时常会看到呢 一个家庭呢 有四五辆车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的是 马来西亚人 拥有这么多车都是被逼出来的 因为呢我们的公共交通太过烂 老实说马来西亚也太过大了 马来西亚呢也是只有基隆坡才有那个清快点 如果是基隆坡以外的所有地方都没有清快点的只靠巴士罢了 巴士没有办法载你去所有地方 所以到最后每个人都必须要自己驾车 每个人都必须要驾车 一家人如果有五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做工的话 就你至少要需要五辆车 就是这样啊没有别的办法了 所以马来西亚人呢拥有这么多车是被逼出来的 OK 其实今天呢这个新加坡理财师讲的东西呢 就马上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呢 我一位在新加坡创业的朋友 他是蛮称宏一下老实说 他现在的财富远远的高于我啊 OK 然后他那时候他就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一句 他说 老兄啊 他说其实新加坡人啊 没有你们想象中的幸福啊 这是他原文啊不是我讲啊 OK 他说呢新加坡人有一个问题 就是呢贫富悬殊的问题 他说新加坡呢其实只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的人 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是第一种人 OK我就听到起来很拗口哦 有什么分别呢 OK他就跟我分享 他说呢在新加坡呢 如果是那些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的人呢 他们呢才有本事去住那些有地的屋子 或者是住比较高级一点的公寓 然后呢才有本事可以驾车 然后呢如果你是有钱罢了 但不是那种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的 绝大多数呢你还是要住在主屋 然后呢你也不会拥有一辆车 你还是要坐地铁做公共交通 所以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说呢 可能呢在新加坡已经是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了 但是呢他们还不是那种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的 所以呢他们也被逼要继续住在主屋 跟做公共交通 但是在马来西亚呢 你根本都不需要做百万富翁 可能呢你身家呢没有一百万呢 你也可以有物质也可以有车 你明白我意思吗 这是我新加坡创业的朋友告诉我了 所以新加坡就是贫富悬殊的问题 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的人 才可以享受特别一点的生活数字 然后呢只是普通的有钱的 跟一般平民百姓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啦 他们一般平民百姓啦 也好过马来西亚的穷人很多很多啦 OK新加坡整体的生活数字是毋庸置疑 一定是好过马来西亚的 因为马来西亚穷人太多了 马来西亚有钱人的生活数字的确是不错 但是穷人更多 OK So 总的来说 我是认为我那个朋友讲的话是有道理啦 你在新加坡如果你只是普通有钱 你没有办法住有地的屋子跟公寓 没有办法驾车 也许你回到马来西亚已经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但是你在新加坡你还是要住住住 跟做公共交通 OK So 这个 这个我朋友讲的这句话 就跟今天这个新加坡理财师讲的东西 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处啦 就是新加坡人会羡慕马来西亚人的地方 这个理财师说的是公寓金跟车的方面 而我这个朋友讲的是呢 这个生活数字的方面 在马来西亚只需要稍微有钱点就可以享有比新加坡更好的生活数字 新加坡好的是整体 但并不是那些中间的那些 大概是这个意思啦 我没有在新加坡生活过 我不是很清楚啦 我也是听了人家讲吧 当然我新加坡也是很多朋友跟机器啦 OK OK 说到底啦 我结论一句啦 新加坡人跟马来西亚人的分别 我相信 还是马来西亚人要羡慕新加坡的 这个不用多讲了 为什么 新加坡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好过马来西亚的 这个也不用置疑了 首先马来西亚人最羡慕新加坡的就是第一 他的新币是最稳的 永远不会掉了 还节节上升的那种 OK 然后第二 新加坡有很多高薪的工作 新加坡 往往呢 一个清洁工的薪水 都高过马来西亚本地一个经理的薪水 这个是经常听到的梗 但是也是一个事实来的 OK 然后第三 新加坡的教育资源呢 跟马来西亚相比来说 也有数字一点 这是肯定的事情 你看 新加坡国大每年的大学排名在一起多 在前面20名以内的嘞 马来西亚马大排名在哪里 看不到路了 OK 然后呢 除了大学教育 其他的中小学教育的standard也是好过马来西亚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了 OK 这个是教育资源的问题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呢 马来西亚人也羡慕新加坡的这个各方面的政策 尤其是经济政策 都是 公平公正公开 没有看辐射 没有看种族宗教 这个是马来西亚华人都很羡慕的东西啦 但是我们身在马来西亚我们可以怎样 OK 然后还有就是新加坡呢 是一个国立真真日上的国家 无论是政策文教 各方面呢 都在全世界的舞台上非常的闪耀了 但是马来西亚呢 我最近才听到很多人都在讲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不知道马来西亚在哪里 他们知道 泰国也知道新加坡 但就是不知道 新加坡和泰国中间那个是什么地方 OK 这也是我们马来西亚自己的问题啦 OK 所以各方各面来说呢 新加坡人有很多值得 马来西亚人羡慕的地方 但是反过来 有什么 是马来西亚人呢 值得新加坡人羡慕的地方呢 我就必须说的是 可能我们所享有的生活的空间比较大吧 我们可以爽爽的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然后住的空间也比较大 可以走到去的空间也比较大 在马来西亚呢 也是可以吃到各种各样好吃的食物 食物这方面呢 我相信是新加坡人必须要羡慕马来西亚人的 OK so 讲到来了 马来西亚虽然各方各面比不上新加坡 但是如果是论生活的 舒适 自由 自在 悠闲的程度 这些都是生活新加坡了 OK 我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来跟新加坡比较了 但是我觉得 整体上来说 在马来西亚只要你不是太穷的话 其实是可以过得蛮快乐一下的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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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